假如你的兴趣不是做公务员 不要仅仅为了铁饭碗就勉强自己做公务员 假如你的兴趣在文学 即使生活穷一点 也要想办法坚持 我想呢 许先生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对很多还没来得及 建立起强大内心的年轻人来说有点难 生活是很现实的 我们难免都是为了挣钱要委屈自己 我的建议是 委屈自己谋生也是正常的 甚至为了养家糊口 这样做也是有另一番尊严的 但是呢 在委屈的同时 要保持一点清醒的意识 心里还存着兴趣 更何况呢 谁也说不好 变化怎么突然就来了 先前所谓安稳的工作 很可能随时就丢掉了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 我都希望你能够保持着内心的感受力 在经历当中见到自己 见到自己的成长 在这儿呢 我可以给您念一下许卓英先生的一段话 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 要寻找自我 不要糟蹋它 第一 不要被欲望糟蹋它 第二 不要被自怜糟蹋它 这一辈子 完整的人 这四个字是你的责任 保持你的完整 不屈服 不腐化 不猥琐 我们讲了往里走是什么 怎样才能往里走 要冲破怎样的阻碍 才能实现我们心灵境界的提升 但是 无论一个人的内心如何 他总是要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 尤其当外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 我们往里走了以后 如何才能安顿自己呢 把内心称大的第一个途径 是通过外来的知识的获取 多读书 多求知 许先生的安慰呢 听上去往往都特别有效 是因为他的视野和格局足够宽大 把我们的那些不安稀释了 消解了 我们的焦虑 恐惧 坠坠不安 往往都源于不可知 不知道将要面临什么 将会发生什么 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会怎么样 而许先生呢 博通古今 在关照我们内心的时候 他举的例子啊 都是从古希腊到工业革命 从中国的传统戏剧到美国总统演讲 所有的问题都是无所逃顿 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界定的 这样一来呢 既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 也是在关照社会的问题 人类的问题 往里走 就是将我们的感受 观察 投射到内心深处 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俗话说过脑子 日常生活当中 报纸上的消息 别人跟我们的谈话 见到的颜色 听到的声音 一股一股的被我们接收 有的人呢 会观察分析思考 变成了自己的养料 有的人呢 可能白白经过 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样就没有提升自己的可能性了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外在刺激对我们的影响越小 内心就越安定 在这里啊 外在刺激指的不是那些知识 而是情绪性的东西 不是帮助我们提升的那个部分 而仅仅是左右我们心情 让内心起波澜的部分 我们要清醒的判断 哪些外界的刺激是可以转化成营养的 而哪些呢 又仅仅是短暂的开心 或者是无谓的烦恼 对那些情绪性的东西 要保持顿感 多过脑子 少走心 设想 如果梅西对外界的赞扬或者羞辱 每一次都拿出力气去回应 心就不会安定 也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求王 把内心变大的第二个途径 就是经历 一个人的阅历 如果我们心底里的那个理 是一张白纸就简单了 从今天开始努力学习 不被情绪左右 似乎很容易见识好 但是是什么 常常阻碍了我们发展好的 我们的内心呢 就是因为呢 这个内心很早就有了欲望 这个欲望是物质的 要穿衣 要吃饭 开名车 这个欲望也是精神的 要求胜负 求公民 许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说 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吃多贵的韭菜 那都是一种包装 一瓶酒 包装的是否好看 并不能决定酒的品质好坏 一个人的穿戴 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 道理呢 虽然简单 但今天的人很难看透 这一层迷雾 为什么呢 有一次啊 于世纯先生对话许卓云 于先生呢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观察 他说 现在的社会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都是消费主义 人生下来呢 就被告知 什么都是要花钱的 年轻人很早就知道 最重要的是赚钱 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些什么 许先生说 今天一个人一辈子消费的物质 可能啊 相当于一个宋朝人的一百倍 我们要的太多了 牛顿时代的欲望是有限的 而今天是量子论的世界 无穷世界的欲望 也是重重叠叠的 这让我想到呢 有时候听到年轻人跟我诉苦 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上学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报什么专业 找工作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选什么 内心找不到一个支点 于是也缺乏去追求什么的动力 这也许正是消费主义造成的 当你很早就被告知 最重要的事情是赚钱 那么你的人生选项 人生目标 注定要跟大多数人一样 做安全的选择 学习好 是为了能去好的大学 热门的专业 这样才能找到薪水高的工作 这样才能买房 然后呢 有本钱结婚生子 然后继续给子女们去赚钱 消费主义啊 不但告诉你最重要的是赚钱 还用各种品牌 指导你花钱 把你的时间和金钱 都花在许先生说的包装上面 而不是提升你自己的品质 品牌通常会在广告里说 你把钱花在了品质上 但那个是商品的质量 不是你这个人的品质 在这样随大流的生活模式当中 人们的成长过程 人生目标会惊人的相似 过度的单一 你内心的真正兴趣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会慢慢消磨掉 你的生活经历没有特别的不同 学习工作结婚生子 而一个人没有经历呢 内心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留地 属于自己的力量源泉 很难找到一个支点 威廉德雷谢维奇呢 曾经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 他在优秀的绵羊 这本书里头提到啊 说有几年 竟然滕校毕业的毕业生当中 25%的人都选择了金融行业 惊人的一致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进入投行 你才可能在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就赚一百万 如果呢 把教育也看成是一种投资回报的话 大家都会这么选 但这样下去的结果呢 是这些名校毕业的精英 长成了一些选择很多 但方向感很差的人 很容易迷失 而那些选择看似多了 本质上是大多相似的 都是那些符合世俗价值的选项 并没有什么独属于自己的 与众不同 至少是小众的经历 才会让年轻人有机会成长 许卓英先生呢 特别推崇苏东坡 多次提到他的一生 在政治上东奔西走 起起落落 一下子被人恭维 一下子呢 又被人唾骂 还会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 可是他流放到一个地方 就会静下来做点事情 到定州 他就组团队编民兵 到徐州 他就治水 到收瓷器的地方 他就研究瓷器 到了海南岛啊 那个时候是非常蛮荒的地方 而且他说的那个 日旦荔枝三百颗 应该是虚指 因为一天吃三百颗 得吃坏了肚子 那么吃荔枝不是主业 苏东坡其实在当地啊 教小孩子认字学语文 就在那些流放的日子里 他写出了赤壁腹 定风波 这样的名篇 许先生说苏东坡呢 他始终是守着内心的宁静 这些苦恼的 对普通人来说 都是苦难的东西 却被他写成了千古流传的诗句 里面呢 传达着旷达的人生观 安慰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现代人迷茫的共性是什么呢 选择很多 诱惑太杂 其实呢 人是需要对自己有所限制的 这就是所谓的自律 抛弃一些诱惑跟选择 才可能专注于最重要的 才可能有所成就 进而去实现完整的自我 除了物质欲望会折磨我们的内心 对于功名胜负的追求 也就是所谓的成功 也会阻碍我们往里走 年轻人有荣誉感 真功名是人生的动力 很自然的是好事 但许先生提醒我们 可以去争 但要记得 所有的征战 人世间的争夺 到最后呢 都是一场幡然醒悟